哦,对方的话把离火旺的发散的注意力稍稍集中了一些。 为何这么讲?我之前听说过,梁国不是说是最富饶的地方吗?别的地方都有旱灾,梁国的人却饿不着。 人人都说,梁国好,可是没去过的人哪里知道那里压根不把人当人。 吴越激动地说完,似乎想起了某些不好的回忆,痛苦地捂着嘴有些干呕起来。 嗯,对方的话让离火旺皱起了眉头,对方这描述可跟白玲苗说得不太一样,他口中的家乡,可是一片没有任何烦恼的世外桃源。 离火旺对着坐在小满身边的白玲苗使了一个眼色,正在双手捧着牛角杯喝水的白玲苗连忙放下走了过来。 用手扣住白玲苗的手,离火旺向着身边的妇人借着问道,夫人可否详细说说。 吴越放下捂住嘴的手,看了一眼靠过来的白玲苗,最终摇了摇手。 是我莽撞了,用膳的时候不应该聊这个,免得你们吃不下饭。 恩人,你要真想知道,等明个再说吧。 说吧,他转身离开,留下一头雾水的两人。 苗苗,在梁国,你过得舒坦吗?有人欺负你们家人吗? 那里的官府坐派如何?离火旺开口向着白玲苗问道, 对于未来最有可能生活的地方,梁国,其实离火旺,了解非常匮乏。 只知道梁国很大,实力也是这几个国家中最强的。 除此之外,就没别的了。 如果说以后真打算一辈子陪着白玲苗在定局在那里, 这样可不行。 过得很好啊,别人不敢欺负我们。 我们家人多呢,村长就是我爷爷, 而且在我们村内,其他叔叔婶婶都对我可好了, 平辈的哥哥姐姐同样也会让着我。 像狗娃还有小满说的什么, 会因为外貌看不起不待见, 在我们内压根没有呢。 你只待过一个牛心山吗? 那梁国别的地方呢? 你有没有去过? 离火旺用手摸着下巴再次问道。 不晓得,其他地方我也没去过。 白玲苗的话让离火旺, 稍微有些在意刚刚宝露母亲说的话。 她实在有些好奇对方到底想要说什么。 这时,离火旺看到远处的孙宝露都喝吐了, 她站起来走到她身边, 领着她再次走出了帐篷。 等不到明天了, 离火旺打算先问问孙宝露, 她是儿子, 应该对自己母亲的事情有所了解。 别喝了, 行行酒, 我问你话呢, 跟你娘有关。 离火旺对着昏昏沉沉靠着水桶的孙宝露问道, 喝呀, 再喝。 傻笑的孙宝露举着自己手中的空酒杯, 向着离火旺的胸口对去。 哀, 离火旺翻手摸向身后长剑, 抓住剑柄轻轻一拔, 刹那间, 冲天的杀气让孙宝露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, 迷离的双眼迅速被极度地恐惧替代。 呛, 拔出一丝的剑刃入鞘, 紧接着离火旺伸手抢过他手中空酒杯, 从旁边水桶摇起一杯凉水, 直接泼到他脸上。 行酒了吗? 呼吸急促的孙宝露, 颤抖地用手一摸脸上的水珠, 不住地点着头。 醒了醒了。 你娘是梁国那边的? 她跟你讲过关于梁国什么? 听到这个问题, 孙宝露神色变得有些异样, 李师兄, 怎么了? 吃饭吃得好好的, 怎么忽然问这个? 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瞒着, 离火旺便把他母亲刚才跟自己说的话, 还有自己的顾虑都告诉了他。 如果梁国当真如你娘说的一样, 那样坏, 那我们其他人就有必要考虑要不要去别的地方落脚了。 脸色很红的孙宝露仰起头来, 看向天空的那轮圆月。 李师兄, 我能不说吗? 离火旺有些不满了, 你家就这么多秘密吗? 这也不能说, 哪也不能说,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皇帝私生子呢? 听到这话, 孙宝露狠狠地一咬牙。 行, 你救了我的命, 还送我回家, 既然你想知道, 那我就告诉你, 你看我娘样貌如何。 嗯, 离火旺有些不明白对方的这话题往哪边转, 这跟刚刚自己问的问题有关系吗? 我娘好看吧, 当年她是黄花大闺女的时候, 那模样比现在还要好看呢, 简直就是沉鱼落雁。 这可不像是儿子用来评论娘的话, 你最好在我这个外人面前收着点说。 离火旺提醒道, 孙宝露看起来还没有完全行酒。 李师兄, 那你说我娘长得这么好看, 她之前在梁国干什么的呢? 孙宝露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地看向离火旺。 听到这话, 离火旺心里咯噔了一下, 对于这个问题, 她没有接话, 等待着对方自己说。 我娘当初才刚十四, 就打扮得干干净净, 漂漂亮亮的, 被雇到一家府上当美人纸。 孙宝露颤抖地说出了一个离火旺无法理解的词。 什么是美人纸? 我娘用星号星号星号干净别人的钉, 这就叫美人纸。 孙宝露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完。 在这一瞬间, 被震撼到的离火旺忽然明白, 为什么刚刚她娘说起梁国就要干呕了, 还有她为什么会说梁国不把人当人? 她之前脑子响的, 给别人当妾当妓女, 那还始终还是人, 可就是那么漂亮的美女, 在梁国的一些人的眼里, 唯一能用的价值居然只配用来擦屁股。 你以为这够恶心了? 错, 这才是刚开头呢? 什么叫美人鱼吗? 梁国人玩得花着呢? 孙宝露走了, 只剩下离火旺一个人站在冷清的外面。 听完了孙宝露的故事, 她有些后悔了, 紧接着本能地对着这样的地方感到厌恶。 安慈安的失态跟他们比起来, 都显得干净无比。 可当厌恶消失, 离火旺紧接着脸上又露出深深的无奈。 她早该想到的, 在这彻底疯掉的世界, 根本不可能有世外桃源, 无非就是差一点, 又或者更差一点的区别。 跑了这上千里图什么呢? 早知道当初干脆把清风关占了算了。 不过这个年头仅仅只是想想, 毕竟她还要考虑其他人需要回家。 李师兄, 你怎么了? 白玲苗有些担心地从帐篷里探出一个脑袋来, 她怕对方又犯病了。 没事, 我这就进去。 帐篷里面的热闹还在继续, 只是看着满座的美味佳肴, 李火旺再也没有胃口吃下去了。